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創快祭的高達大獎 什麼零件抽中要開心 什麼零件抽中 沒什麼感覺也沒什麼所謂 什麼劍勁 什麼劍費 我們先看看Z高達頭 Z高達頭頂頂的數值是射擊能力 射擊攻擊力有2361 再看看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看起來威力是低的 但他可以減少敵人的防禦 格鬥和射擊能力都會減少 我自己覺得頭頂的耐狗力 969不錯 射擊能力2300 也不錯 但你問是否很強勁呢 我又覺得不是很突出 其實現在暫時出的技能 就算是紙件 也是平平無奇 這個頭頂也不算太差 大獎也不算是大獎 但我認為是不錯的 對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他的身體 身體方面 他的耐狗力超高 有1700 基本上所有機的耐狗力 其實達到80都不會低 但如果你說所有的身體 我認為是新的 但以1700來說算是不錯的 另外格鬥和射防也有1300 我們再看看他的EX技 他的EX技很明顯是超級大獎 如果配合這麼高耐狗力的身體 防又不錯的話 這件就是今期的大獎 貫通有D 威力有A 然後冷卻的時間是79秒 初次20秒 這個很明顯是最後一射 以及巴巴托斯的一錘超人 是的 但是他還有附加能力 大家可以看看 以通過生化感應產生的力量 將敵人一擊砍落 全員的格鬥攻擊提升24% 為何他會是一件大獎呢 就是因為這個附加能力 加上威力有A 如果你本身玩格鬥 上升到10,000的話 這次無論如何都走不掉 我猜是有1,000到20,000的輸出 最重要是全員可以加上24%的攻擊力 我當你還沒10% 但怎樣也有16、7%吧 所以很明顯這次是大獎 Z-Sun 如果大家抽中的話恭喜你 接著就是Z-Sue 我們先看看他的能力 Z-Sue的格鬥能力有2500 其實我覺得以2500來說算不低 因為整體Z-Sue的耐久力也不錯 969 接著他的技能也非常強 為何呢 雖然這位是格鬥攻擊 但他的技能也非常強 就是B的技能 裝彈有7發 接著貫通是D 接著冷卻時間是60秒 初一開波便可以使用 好比是Mk2的盾 但他有格鬥能力 這方面要注意 不過 招技能真的超級瘋狂 如果說1發是B 基本上那個盾都是B的 我記得沒有記錯是B還是B 接著那個Mk2盾是4發 這個是7發 那... 非常瘋狂 手也是大獎之一 技能加上他的屬性 技能加上他的能力真的超強 接著到腳 腳沒什麼特別 只有EX技 數值其實沒什麼特別 但EX技也蠻強的 大獎不算得 但不算差 如果抽到腳的話 對啦 沒什麼特別 最主要大家知道是B- 其實打傷害也不會算差 接著就到Z的背包了 Z的背包能力上是隔防和射防為主 接著是以雷射攻擊時 射擊的威力提升30% 以雷射攻擊時 射擊會提升30% 還有零件特性 很明顯這件也是大獎之一 因為雷射特性非常高 當然啦 他的背包能力值不算很強 即是很突出 但你說弱又不是弱 只不過是分散 比我自己這樣看 但他的雷射特性非常高 效益 CP值 接著就到這把雷射軍刀了 雷射軍刀的格鬥能力 到頂頂有3300 其實算是不錯的 而EX技有B的威力 B的威力也是不錯的 這把我自己覺得... 如果說這麼多件件 已經有兩三件大獎出來了 這把東西排在下面 但又不算差 因為他的能力和技能都算不錯 接著就是長程雷射軍刀 我們看看... 咦...還轉過去了 長程雷射軍刀 先進去 我自己也抽不到 希望大家抽到吧 好 格鬥能力有3300 接著是沒有技能 自身機的屬性是S 即是...速度 然後他的格鬥攻擊 特殊射擊給予的傷害會提升35 這個35... 很... 很... 怎麼說呢... 很飄渺的 對啦 但他的數值不算差 步槍方面的3300 數值也不算差 特殊射擊會... 給予的傷害提升35 即是儲力攻擊 即是地圖Laser砲 這件也是 不算差又不算太強勁 接著就是超級Mega巨砲 看看 超級Mega巨砲也是3300 超多武器啦 這部Z是甚麼事 自身屬性為速度時 敵人的射擊威力減少30% 其實我覺得很一般 幫不了我們做超大的輸出 但能夠做到防禦 也是那一句 並非算是大獎 但整部Z高達來說 是瘋了 我覺得這次 整部Z沒有一件件是會差的 真的 另外就是盾子 盾子只是威力絲 我覺得盾子是最一般的 但格防和射防有1700 不差 EX技我認為比較多 如果是零件特性就比較好 接著就看卡碧尼 卡碧尼我覺得今期... 這部卡碧尼真的很雞辣 看看為何會這麼雞辣 卡碧尼沒有武器 沒有任何東西 浮遊粒子炮也沒有 只有五件 先說到剛才 頭部射擊能力加2,900 你說算高嗎 不太高 力天也比他高 一點點 但他的復原工具 回復量48% 升滿了 未升滿沒那麼多 剛才提到的也是 未升滿沒那麼多 算是第一件的紙裝是有回復 沒有記錯的話 那有沒有用呢 其實我們玩得也是預算一擊必殺的 不是跟別人打算時間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一般 大射擊能力有一個不錯的數值 這裏是加分的 接著到新的內狗力超高 有這個... 不... 還是1300 剛才2聲是1700 格防有1700 很明顯這部是防格的 職業是... 現在大家看到職業的時候 會強化EX技能 呃... 身體也很一般 沒什麼特別 強化技能效... 技能強化類的EX技 效果提升 身體也很一般 接著到雷射槍 雷射槍要怎樣呢 先看看 雷射槍貫通能力A 威力D 裝彈數是11 很一般 很明顯他的技能也不太行 但格鬥有2100 不是很突出 如果作為手來講2100 濫件的日星高達的手 好像比他強勁 日星高達的手也有2400 我沒記錯 好 如果中了卡碧莉 我覺得也算有點不幸 除非你很喜歡 接著就是雷射槍 雷射槍能力只有900 格防有1300 沒什麼特別 零件特性呢 中距離射擊攻擊力威力提升20% 雷射槍可以的 雷射槍可以 但如果有職業的限制 又變回 又扣了一點點分 即是... 呃... 太高限制了 我覺得真的太不一樣了 即是... 加完分又扣了兩三次分 這樣就沒什麼分了 接著就到背包了 背包我以為... 或是雷射槍 我本身以為是浮游軟墜炮 但它是浮游軟墜炮 即是... 那些浮游軟墜炮 不用飛敵人道 然後開完就射出來那種 應該就是這樣了 威力是D的 貫通A加 我不知道它貫通A加 是打完後面那批 還是怎樣的 但威力這麼低的時候 應該不會有很強的輸出 你可以想像是打多體 但我覺得... 有多可有多體給我們打 日後如果有多體的話 它也會出尊用技 所以整部卡碧尼 我覺得真的超級麻煩 基本上這次的大獎就說了 Z高達抽中其中一件 我也覺得還可以的 卡碧尼抽中其中一件 也是麻煩的 比以往的卡碧尼好 因為整部Z高達都是猛烈的 但始終有加迫尼 如果你能打中的話 真的... 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始終有倍數差 但還是那句話 值得抽的Z高達 但它沒有起偏多 大家要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會重複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大獎也跟大家說了 伏偉也跟大家說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請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Поэтому -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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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